这已经是第10次开机了 最后10分钟头脑风暴 他还想不到几套 我立刻把自己撞成傻逼 牛排这个 他怎么嘛 我不要第11次开机了 你快点说 不说我就打回你 这样的 东尼他说临走前他想吃 要战斧牛排 不要说的这么 临走前嘛 你确实要走了嘛 不吉利 要离开 牛排随便简单研制一下 猪排也是同样的方法 这是我们这个战斧牛排和这个猪排 直接探考 高段食材往往采用最普通的 你就等下我听了三年 我们先烤这个牛排 因为他比较难受比较厚 没办法去烤 慢慢烤 我好像有点样子 说得烤个十来二分 要不我们先喝杯茶吧 我感觉这个短时间内 可能也没那么快 喝完饭 叫杯柠檬茶 手机呢 我手机也没带 怎么办 怎么这么巧 一叫完饭 我们两个手就找不到 对嘛 有没有谁有手机啊 谁有手机啊 不行我觉得 这个还是得火枪辅速器 听到那个声音没有 我给我开一下 客气 你怎么带手机了 你那屌豹 啊啊啊啊博尚 现在有几分熟了 三分 现在怎么说 大家给那火焰治了一下 三分而已 其实真正懂吃牛排的人 都吃三分熟 我觉得我们可以吃 切一块哦 切一块 不要那么大块 OK 看一下这里面 其实OK的了 很完美的那种熟度 哎呀 它粉的外面是焦磕的 哇 大 这会碳 很厉害 没熟了 差不多了 这一整块 我们可以给它切出来 然后我们给它 分成一小片一小片 这样子慢慢烤 你看这个设置 就是粉 没关系了 烤熟了等会到我快吃了 不是你小子怎么 就在看不帮向吗 我要怎么帮 稍微翻一翻 这样吧 那我们配合一下 我又指挥你 好 好 右边那块 右边那块 右边起火 右边 下面来 啊就快 翻一下 翻一下 还有啊 右上角 右上角那一块 红了 红了 好像貌似没烤到 那里的火势比较 这块掉地上 一人一半吃了 没办法 作为一个专业的视频博主 还是得为自己的行为买单 我们总不能把这一段切掉 对吧 那就是 就是有点不负责任了 这就是 我们拍做视频的精神 就是我们视频博主的精神 说实话 抗讯视频 我点 这样点到手机都点圈 打点卡针粉 再自烤一下 真的可以了 不开玩笑 真的 这是真的可以了 如果这次不可以 我直接一头撞成啥地 干嘛 完了 快 装起来 快熟了 怎么我们不是吃熟 我们把这个猪排烤一下 这个一整扇给它烤 OK 这个基本上表面采用交后感 然后现在我们要给它 包一层锡子 再给它低温慢烤一下 把它的骨头全部都烤脱落 放在这里给它 低温慢烤两个小时 要不趁现在打点水果吃 烤榴莲 试一下 试一下好不好 直接丢上去 可以拿着榴莲 都烤黑龙 试一下好不好 你应该给小卢先 他不吃榴莲 你不吃了 谁 雕猫 小黑子 烤过的肉是好吃一点 还不错 烤一下其实感觉 它味道浓缩了 大家走 这骨牌低温慢烤了两个小时 能不能脱骨 它不脱骨 我脱 看一下 它不是自动脱的 你想自动脱啊 嗯 你做梦啊 它为蛋了 我要吃出了牛肉味 然后这东西真的能烤脱骨 这个骨头 你把它一拧过来 是不是就跟你一样 满骨 该吃也都吃了 吃完 可以滚 最后一口 干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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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摸他 我跟他摸 哈哈哈哈 他一直说一起说买 好像观众的许愿全部失败 然后他这个人突然说妙 我是一个正能量 正直 从不说瞎话 对 杀P 说说真语 东尼OK这个人啊 其实还挺比较 不是 就是还挺好的 每次都会来我们这里趁 来我们这里吃饭 说实话我挺欢迎的 每次基本上都是 好吃好喝早蛋 我就是希望 不用了 不用希望了 你下去去广州 真的是 知道吧 华莱是自由 自由